新媒體新時代中天跨界演出 行天宮去拜拜去梅韻 但很可惜她錯過了收金的時間 拼回國連旁邊路人也關心 莎莎第一時間跟著莎媽直奔行天宮 買香煮水果感謝神明保佑 本想收金卻撲空 我覺得剛剛到廟裡面走一間之後 我覺得就是其實好很多 我也是來這邊特別幫她跟神明講一下 希望他們三個可以盡快的回來 成行幫共患難的同事祷告 莎莎回想19號 在印度甲馬清真寺遇到槍手持長槍 掃射的恐怖情景 無形子彈真的是閃過自己 然後她就一直跟我說好痛 然後她就突然跟我說 我沒有力氣吸下一口氣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覺得當下我真的好生氣 我覺得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我就在她耳邊跟她大吼說 你現在馬上給我吸氣 然後她就真的聽我的話 回憶驚險時刻 勇敢的莎莎沒有掉眼淚 也沒有做噩夢 唯獨回到台灣看到莎媽母女連心 不知道為什麼看媽媽就很容易哭 所以只有剛剛那一歲天 大概滴了兩滴而已 她說你不要緊張我出事了 我心裡想 詐騙集團不是都是這種口氣嗎 然後她就說 強哥中彈了 我就想她還啊 那強哥中彈就不可能是詐騙集團啊 搞笑的莎媽差點誤會女兒的緊急電話 還好莎莎和受青傷的攝影師骨折平安歸來 另一名攝影師柯強則是右腹部中彈 必須在住院觀察七天 可能到26、27號才能返國 中天新聞綜合報導 啊 啊 啊